非常重視一校一特色的基隆市議會議長童子偉 特地安排時間走訪有基隆市森林小學之稱的信義區深美國小 感受沒有傳統學校每間教室靠走廊一側都有外牆門窗 而只是用櫃子區隔屬於開放式教室教學的特色 並且親自聆聽校長陳建文上任8年來 不間斷每週特地排課親自為小朋友們上課的情況 議長童子偉更把握機會了解小朋友們在中午時間服務準備全班學生營養午餐的過程 並且和大家一起在教室裡面共餐實地了解學校和學生們的需求 作為市議會協助各校精進軟硬體設施設備的重要參考 這幾年都有一直想要找機會來這美國校參觀 體驗一下我們這個森林小學的一些開放式的一些教育文化 那今天第一次看到陳建文校長在上生活課 教我小朋友 不過我發現深美國小的小朋友非常的主動 老師校長在上課的時候大家都會一直不斷的舉手發問 超乎我的想像 代表我們深美國小這樣開放式的教育是一個非常成功 讓小朋友可以主動 因為我們過去台灣給人家的印象就是我們小朋友大概不太會舉手發問 那今天深美國小讓我有一個很深的印象跟體驗 那校長也親自下來照著我們的課綱 每個禮拜都有排課 公開課讓大家來上 那我第一次也感受到這個開放式的校園 他們校設是非常特別的 是一間一間的 它沒有門教室 所以大家都可以 每個老師都彼此之間也可以互相參考彼此的教學模式 非常好 那我們今天剛好在校長的安排 我們可以跟小朋友一起來用營養午餐 非常好吃耶 還是我喜歡吃三杯雞的關係 其實我覺得這個量 然後看小朋友的互動跟體驗 不知道是不是我們在的時候他們特別乖都沒有講話 老師訓練的很有術 吃飯不能講話 可是主任說他們等一下就受不了 蠻好玩的 就是我們來學校可以體驗一下學校的文化 也可以感受到學校的一個發展的一些特色 如果有什麼需要 我們在這個教育資源端上面 我們可以做一個完整的一個分配 然後也可以分享校長的教學理念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體驗 至於校長陳建文 為什麼上任到現在 都安排每週親自為小朋友們上課呢 校長說親自上課的好處就是 可以跟每位老師互相分享 備課和上課的觀念 追求更好的教育教學方式 我想校長是學校的領導者 那不只是行政領導 我相信課程跟教學領導 對校長的角色也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到了深美學校服務之後 然後我就請我們學校的同仁 直接安排課程 讓我在課程當中會直接進行 跟孩子的教育學的互動 那在這過程當中 也有機會可以跟老師做 被關抑課 在過程當中 彼此分享一下教育理念 我相信校長不只是一個行政的領導者 那在課程跟教學的面向上 如果可以帶領老師 一起對於教育的工作 能夠有更多更多的努力跟方向的話 我相信這件事情對教育的 也是會很好的互動跟正向的發展 議長同志偉表示 深美國小的教育方式 讓孩子們從小學習 更勇於舉手發問 和師長們討論上課的內容 真正了解不知道的問題 而不只是填鴉式的教育 讓他非常肯定 深美國小校長和老師們 在教學教育上的努力和辛苦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